由我落區拉票到現在 我其實感覺都是很正面積極的 當然第一個小時的投票率 也都不能夠說是過份演繹 但總體是和我自己在社區裡面 看到市民對於未來區議會 是有高的期望 亦都希望出來選出自己信任的議員有關 我想關鍵是在這段時間繼續努力 讓更多市民知道投票是關鍵的 投票是重要的 不是坊間所說是投票投不投都可以 對民建聯來說 我們更加希望再次重新或者強調一個訊息 有很多訊息或者謠言就說民建聯救票 千萬不要這樣想 因為確實投票是要靠大家逐票逐票投的 如果大家都說某個陣營救票 又或者某個人救票 不去投票又或者將票轉給其他人 你心目中理想的議員就不能夠當選了 投票率我從來不敢樂觀的 我自己也都認為是還需要繼續繼續努力 去請大家明白 新選制下你的一票很關鍵 因為這個議會是接下來是做實事的議會 沒有了政治爭拗 大家想想 更加需要能夠做事的議員代表大家